船隻的金屬支架扭曲面形服務權散落甲板上 這艘懸掛聖克里斯多福吉尼維斯國旗的船隻 在黑海運送糧食 沒想到卻遇上俄羅斯發射飛彈突襲 阻撓運輸航行 從航運追蹤圖可以看到 這艘船是在黑海警鄰羅馬尼亞的沿岸遇襲 隨著俄羅斯的攻勢不減 傳出美國有意亮綠燈 放行烏克蘭使用西方長城武器攻打俄羅斯 俄羅斯總統普清立刻開槍 警告一旦這麼做 西方各國等於直接參與衝突 也就是向俄羅斯宣戰 根據外媒報導 美國似乎不會允許烏克蘭 將自家長城武器用在俄羅斯身上 而是先行放寬英國暴風之影巡弋飛彈 還有法國的巡弋飛彈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周四人已經離開波蘭 不過他和當地官員商討相關議題 暗示私下對此做好決定